你看看中国这部历史 一个都没打胜 都打败了 他现在说 不让我们过线 他要干涉 他没这个能力 虚声恫吓 中国人特别善于虚声动作 所以杜鲁门是心满意足走 中国人不会介入 心满意足走 所以当9月15号 9月25号 美军人传登陆之后 我们的戴总参长聂文贞发出警告 明确警告 美军过线 中国绝不会知之不理 美国人理都不理 你这话以前不是 10月3号凌晨 周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 告诉潘尼加 赶快把消息转到英国转到美国 因为我们当时 以美国没有外交关系 只有通过印度驻华大使 把消息传回去 就这话 韩军过线我们不管 美军过线我们要管 这是中国避免 美国在朝鲜半岛迎头相撞 最后的机会 因为什么呢 10月2号晚上 政治局已做了出兵的决定 10月3号凌晨 最后一件机会 警告美国人 只要你们不过线 咱们就打不起来 韩军过线都可以 你们不要过来 潘尼加把消息准确地传到了美国 潘尼加知道事关重大 美国人怎么解释 说潘尼加是个社会主义者 他传的消息 要打折扣的 10月3号下午 美国国务院的非正式回复 周围的讲话 缺乏法律和道理根据 因为有什么根据 你们管 你们凭什么管 你根据在哪里 所以10月4号 美国国务院的正式回复 不要低估美国决心 所以10月7号 不是麦克阿瑟下令 是杜鲁门下令 美国总统下令 美军越过三八线 直不平壤 所以就10月8号 毛泽东下令 着中国人民志愿军 迅计向朝远境内出动 中美两国朝远半岛 迎头相撞 我们后来访美在美国学习 因为美方多次会才讲实力 我说我们不想跟你打这样 你逼着我们跟你打 我们一次次警告你们 你们一次次马上凑 把我们警告制作网文 美国后来说了 哎呀你们说话不明确啊 你们说要管 不是管什么意思啊 没法翻译啊 你们还明确的说 我们过线 你们就出兵 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就不过线了 你不讲这个 你想管 我不知道 其实他揣着明白装糊涂 他能不知道 他就是麦克阿瑟那句话 你看看中国糟糕透顶那部历史 谁都没打过 他现在说管 他拿什么管 他根本不相信 朝鲜一仗 我们今天包括大学 包括社科院 好多人都想打错 不应该打 否则我们跟美国改革开放更早 跟美国搞好关系更早 一批人在挖我们的墙角 我觉得中华民族在那个特定的时刻 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金一平内战胜利 不足以在全世界华人 心目中建立这样一个正确的合理性 合法性 这场战不期而已 我们不想他来了 我们没有后退营而成 朝野战争结束之后 西方一个经典的评价 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 新中国再也不会退让 他们看旧中国退让太多了 节节退让 新中国再也不会退让 不但不退让 是出境作战 绝部等等战火 延着到鸭绿江这边我们在干 我们是跨过鸭绿江 出境作战 维护我们的安全 我经常讲 我们进入全球化 从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那一刻 就开始 中国的全球化 我们融入世界 怎么融入世界的 跨过鸭绿江开始 融入世界 美国人回忆 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鸭战争期间显示出来的强大公式防御能力之中 美国基金盟国再清楚不过的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 他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 日本京都大学一个教授 你们的毛泽东 讲 1940年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他说我们是没有人相信的 看你们这毛泽东 一句话就站起来 不可能的 1950年 你们竟然在朝鲜出兵 他说把我吓了一手 日本人最胖的就美国人 他说你们不但出兵 而且把美国人从北面压到南面去了 我这才觉得中国人跟过去真的不一样了 看来毛泽东讲的话有些道理 你看我们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的退波 朝鲜战争是背买的 我们就凭无腰包里塞满了钱 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灵吗 你想的太简单了 你看了新加坡的李光耀 他为什么学华语 李光耀回应二十多岁 华语很糟糕 不学 学华语干什么 没有 李光耀当时在英国建桥大学的学生 出入西欧海关 他说当志愿军跨国家路江 他出入西欧海关 原来对华人不屑一顾的西欧海关官员们 看见李光耀的华人的面孔 无不肃然起敬 因为华人正在朝鲜跟美国人打仗 华人正在逼迫联合国军步步后背 李光耀从此下决心学华语 而且学好华语 你看这个因果关系 这个逻辑关系 李光耀下决心学华语 竟然动因是志愿军跨国亚路江 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而我们中国人今天 我们多少人在否定这种逻辑关系 在割断这种关系 中华民族需要精神洗礼的 跨国亚路江 中华民族的重大精神洗礼 我们再也不是归缩在国内 等待日本人其实打到卢沟桥 我们才跟鬼子拼了 再也不是这样 跨国亚路江 整个民族的经济起立 这一点 就像是美国人拉奇特和斯塔尔写的 世界政治一样 在历史上大多数国家是在战争中形成的 国家制造战争 而战争制造国家 大家注意 对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这种彻底性 还是我们这个羞羞大大的掩盖 我们的军官在俄罗斯学习 我们今天很多军官在俄罗斯学习 俄罗斯教地缘政治的教官教授 就这么命题 国家边界怎么形成的 我们的军官起来回答 国家边界的形成 山川河流自然地貌 分水岭吗 中心县吗 不形成边界吗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教授 不对 国家边界的形成是上场战争的结果 这就是对方理论的彻底性 我们哪条边界不是上场战争的结果 我们凭山川河流自然地貌 我们化到哪去了 所以我们在讲 中国也盖毛能外 战争国家制造战争 而战争制造国家 对我们来说什么呢 打败侵略者建设金融国 这是我们的出路 我1997年在美国学习 对我致生的印象 当时我们1997年进入美国 国防大学 第一次有中国军官进去学习也是 每天晚上在他的华盛顿 包龙空军基地吃饭 包龙空军基地 海军空军陆战队 陆军都有 一看来了两个中国军人 真是不得了 他们从来没见过 我们桌子每天晚上人满 没坏 跟你吃饭 聊天 合影 照相 一定要照相 回去给夫人看看 我给中国军官合影 刚开始我们以为美国人很好客 最后才明白 就是打过仗 交过手 吃过亏 他对你印象特别深刻 吃过亏